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变态的连环杀手 至今都没有被抓到 警察在他院子里挖出了 二十几具少女残缺的身体 并在他屋子里搜出了 几百盘录像带 一个负责查看录像带的警员 看完后半年内 没有再碰过他的妻子 这些录像带到底记录了些什么 接下来的内容 可能会给你带来不适 如果你内心不够强大 请划走 视频很可能会被违规隐藏 你可以先点个赞收藏起来 下面按照录像带编号 给大家讲解 他发现猎物开始记录的 下一个镜头就来到了女孩家楼下 然后是屋里 女孩的卧室 女孩在洗澡 听到了屋外的动静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并没多想 下一个镜头是客厅 女孩发现一个戴着面具的怪物 然后急忙逃跑 最后被抓到带走 进来就是这个变态的地下室 女孩被绑成一个球形放在桌子上 变态问他你叫什么 他回答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变态并不满意 歇斯底里的怒吼着 变态又蹦了一遍 女孩惊恐地回答道 第一盘录像带到此结束 下面是第二盘 女孩被铁链绑住双手 吊在地下室 他哭泣着祈求变态放他回家 变态告诉他 我已经杀了你的全家 你现在只属于我 并让可爱的女孩对着镜头说 我很高兴你杀了我成本 以后我是你的 女孩被迫对着镜头说了这句话 下一个镜头应该是女孩被控了好几天 变态给他喝了一口水 并让他换上了女仆的衣服 还戴上了一个人皮面具 接下来这个变态又从街上抓了一个女孩回来 当着他的面碎了这个女儿 女孩的内心彻底的击溃 第二天这个女人被抛尸在一个飞机公园里 第三盘录像带开头是一对小女孩 万证捷到了 他们敲开了变态的门要躺过 被变态骗到了屋里 并给他们喝下了味道怪怪的可乐 通过录像带里的犯罪过程 警察核对近几年的失踪案件 并请来了戏剧专家 通过对面具的分析 他们对嫌疑人进行了犯罪测试 这个面具形象来自16世纪的意大利 一个名叫多托雷佩特斯的黑巫师 以上是前三盘录像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点赞过以外 我会继续更新录像带后面的内容